第三題 在準備年菜時桶裝瓦斯用完了 阿瓜當然是跑腿的第一人選 趕忙去叫瓦斯送來 家庭用的桶裝液化石油氣其主要成分為餅碗 在空氣中燃燒會生成二氧化碳跟水蒸氣 若每末的餅碗燃燒時放熱320大卡 則44公克的餅碗完全燃燒時放熱多少大卡 這顯然也是要有我們從 質量去求原子量或分子量 我們根據他所寫的方程式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係數是1 所以表示一末的餅碗 就會放熱320大卡 320大卡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求44公克 會有多少末 那我們曉得質量怎麼去求出末 就是質量要去除以 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 那麼 餅碗的分子量多少呢 C3 H8 那麼一個碳是12 那有三個碳 一個氫是1 總共有八個氫 所以加起來呢 就是44 所以我們就發現呢 我們質量44公克 除以我們的分子量44呢 就是一末 那麼根據我們這個可以知道 一末呢 就會產生了 320大卡 所以呢 第三題問我們說 44公克的餅碗 完全燃燒時放了多少大卡 我們呢 答案選C 320大卡 解釋 1196貝 330大卡 第三卡 420大卡